大家看板上面寫著高洪安一審被判七年四個月 市政擺爛已是無成 庶民一群反貪污年輕人 不過掛上不到五小時速速被拆除 老闆請問你是受誰委託的 督發局的 督發局建管科 時間往回推三號早上六點多 新竹城隍廟前就掛起高洪安貪污看板 不過好短命上午十一点就被拆除 現場工作人員回應是督發處委託 在網路上瞬間炸鍋 分分留言質疑這是違法的嗎 那為什麼可以拆新竹便一言堂了嗎 是由新竹市的公民團體化的 你政府現在就派案來拆太不合理了 人民有表達自己的新生的權利 那為什麼要把它拆掉 應該公權力不應該介入 風波院月列屋主也跳出來 澄清當初員工不知道刊登廣告的內容 然後就讓委託者刊登殊不知 今天早上看到這個是政治敏感議題的問題 我們做生意人不想得罪任何人 希望新竹市政府出來說清楚 到底是違反哪一條法規 難得不成又是高宏安市長 在背後下指導期所做的這一切事情嗎 那我想整個案件非常的單純 我們就尊重這個屋主 跟當事人的意願 那市府一切都是依法跟依規 來去做相關的處理 督發處回應是屋主主動洽詢使用管理科 所以督發處才會提供民間拆除廠商的聯絡方式 強調拆除費用是由屋主支付 不過看板是拆了 但民眾的質疑聲卻沒有跟著消失 3G新聞 張惠玲 林清雲 西五草報道